汽車圍歸停在新北市新店家飲料店的起樓 又怕被檢舉 車主就用抹布把車牌遮住 卻引發路人不滿 當場錄影搜證 結果爆發激烈衝突 起樓上機車大喇喇為停就怕被檢舉 車牌用一條藍色抹布再拿大夾子夾住 遮好遮滿 路過行人看不下去 拿起手機錄影 甚至撥開抹布 這動作惡怒了車主 車主欺詐了大手一揮阻止他在拍攝 兩個人爆發肢體衝突 把車牌擋住了 你也抓你來推嗎 那你群警察來 你也抓你來推嗎 你也抓你來推嗎 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上 一家連鎖飲料店 電源貪圖方便 機車停在騎樓邊 明知道違規又怕被檢舉 乾脆拿塊布把車牌完全遮住 沒有聽說過 因為這邊很多也有那個Uber來取單的 所以到底是誰不知道啊 有啦 偶爾啦 你可能去外送房子找不到車位 你貪圖方便啦 都是沒看過欸 可能偶爾啦 不是常常啦 車子違規林廷即使是一下子 別以為就沒事 依規定要開罰600到1200元 但因為車子不是在刑事中 民眾無法針對遮蓋車牌做檢舉 必須是刑事中又遮蓋 最高才會開罰4800元 兩人吵到最後不歡而散 警方表示只要接過違庭檢舉事實數時 就會開單 提醒駕駛千萬不要欣存僥倖 記者網上盧撥聰 新北採訪報導 有連結案的 那些說法 都會被人家討論 為何不長在白採訪 對次郊